各位观众朋友们 此时你在做什么呢 就现在 你房间的窗外突然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 手机传来信息 监测到你所在的区域 十分钟后就会遭到导弹打击 街上的人群开始慌起来 哭声喊声警报声响成一片 数分钟后 死亡之火即将从天而降 一轮毁灭的太阳即将照亮整个天空 城市将要毁灭 人命即将蒸发 作为普通人 你该如何应对这场核战危机 熬夜之作三连随缘 但请各位认真看下去 并积极发弹幕交流 本人非专业人士 本篇视频 以按照我能找到的资料和文献进行制作 若有问题 欢迎补充更正正 核武器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武器 没有之一 它的第一次亮相 就将广岛长崎两座工业城市移为屏蔽 加速了二战的结束 冷战期间 拥有核武器的美苏双方 即便彼此再看不出一眼 也没有爆发自杀性的核战争 时至今日 这种能够摧毁人类文明的大杀器 仍然维持着蓝星五强的战略平衡 使大国之间不敢轻易动核 可即便如此 有核国家不断完善自己的核反击能力 如苏联的死守系统 能在领导遭到核战手集体下限的情况下 触发军方基层的核反击机制 而英国则仅保留了前卫级核潜艇 作为隐蔽致命的核打击力量 由此观之核战一旦爆发 就极可能是世界性战争 由此触发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 也不是一国一城的危机 在本期的核危机中 各位可以把自己带入到所在的城市 而我呢 为了过神 还是让咱们的邻居岛国再委屈一下 让东京再热一回吧 任何事情都有征兆 比较隐蔽的像上期讲过的丧尸病毒 而比较明显的则要数可能发生的核战争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 肯尼迪总统就发表了全国性演讲 之后又进行了六天的海上封锁 如果当时发生核战 这之前的一切都可以视为前奏 而未来 大国间如果爆发冲突 也会有征兆 假设东京即将遭到核战危机 内阁可能会提前撤侨 得人天皇 会对近来所发生的情况表示遗憾 在网上 某些做出偏激举动的领导人 将会被问候父母 物为言之不欲 或者苏卡不列这种狠话 也会在很多国家新闻上出现 出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开始收集物资 为可能发生的十分钟核警报 做准备了 准备的物资包括 但不限以下内容 一个救生包 里面要尽可能的多塞矿泉水 和压缩饼干 但前提是不影响你跑步 除此以外 就是瑞士军刀 纱布创口贴 能当手电的大号生电宝 以及求生用的哨子 从配置上来说呢 防荷包和日本的地震救生包类似 此时你还需要一件白色羽衣 和白色外套 外套要有一定的厚度 几只N95口罩 如果这时你要有 防毒面具就更好了 不过在战前几天 防毒面具可能到不了货 这些都准备好了 你就可以天天 背着这个包上下包了 直到哪天局势有缓和迹象 比如双方签订了 互不侵犯协议 大国之间的矛盾 一般都会按这个套路结束 但这次是个意外 几天后 就在高中生丽花龙 看动漫这个档口 东京的防空警报 突然响了起来 丽花龙还以为是地震 赶紧躲在了桌子底下 捕捉到了三叉级导弹 从太平洋某岛升起 按照这个距离 导弹到达东京 大概还20多分钟 被雷达捕捉时 则有10分钟 这时躲在桌子底下的丽花龙 会收到来自厚生劳动省的信息 导弹即将在10分钟后来袭 请大家赶紧避纳 东京电视台也会立刻切掉动漫 警告东京市民 导弹将要来袭 这不是演袭 在这里顺带提一句 当代大国的核打击手段 是海陆空一体的 如果是来自另外一个大洲的弹道导弹 如冥冰3这种 给你反应时间是15到20分钟 核潜艇的话 看距离 如果是在你眼皮底下发射核弹 比如一是弯道东京 反应时间就5分钟左右 如果是B2轰炸机带弹 摸黑搞轰炸的话 可能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直接看太阳了 这里的10分钟警报 这是常规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 也是给各位减轻难度 要不开幕核爆 这视频体验度也太差劲了 可现实爆发核战的话 人疯起来 海陆空核打机一起用 也是有可能的 听到警报 大家第一反应也许是懵逼 很快街上的人 开始疯狂的涌下地铁 地下卖场 地下车库 等一切能远离地面的地方 这是本能 此时你无法确定 要来的是普通轰炸还是核轰炸 更分不清它是空爆 地爆还是脏弹 手机警报 只会告诉你 飞来的东西是导弹 此时你还要9分钟左右 拿着你随身救生包 赶紧行动吧 按数据计算 超过1米的土和66厘米的水泥 可以让你无伤躲过 核弹爆炸时的伽马射线 此时 躲在地下建筑内 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城市里 某些具有三方能力的地铁 是最好找的专业防核避难所 如莫斯科早期地铁线 深度超过50米到100米不等 地铁系统至少能容纳400万人 除了常规地铁站以外 莫斯科地铁还有一个秘密的2号线 其深度最深达到800米 该地铁线完全为战备设计 平时不对外开放 内有严密的庇护所 包括会议室 浴室和餐厅 重甲步兵 伯雷尔涅夫同志的地下办公室 甚至连陈设都和地面上的一样 同样的 帝都依2号线 也具备人防攻势能力 仅以2号线西市门站为例 刚下站台就三道铁枪 当发生紧急状况时 通道两次的铁门 会顺着地面的滑轨盒上 避免毒气或者爆炸热流 对于地铁内部的清晰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近些年来 各国设议的新地铁 没有三房大门 深度也有限 核爆后 降落的粉尘可能会直接进入地铁 你躲在这种地铁站台里 并不会比躲在自家的地下室里 安全多少 除了地铁以外 第二安全的是 位于地下较深层的超市卖场 或地下车库 此类地下空间上部 都有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层 只要不是在一公里的核爆中心 核弹爆炸时产生的光辐射和冲击波 不会直接伤害到你 但此类地下空间 通常没有三方安全门 有些甚至连门都没有 如果你在爆心的话 核爆产生的热流 可以直接灌入浅层的地下空间 这个热量 从几千万度到上一度不等 是太阳表面的上千倍 此时躲在地下的你 也跟地面上没跑的人的下场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是在第二层或第三层地下空间 则可能在核爆中心活下来 这时如果你身处地下脉场 可以考虑夺到雪糕冰柜里 柜子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热流 至于地下卖场里的食物和水 则足够你撑过这一段时间 但是此类没三方门的地下空间有个问题 就是你无法避免辐射尘埃进入地下 所以当核爆发生后 你就得赶紧逃离地下车户或卖场 在核辐射尘埃降落的10到20分钟内 找到更专业的防核避难所 但如果你不了解周围的情况 那还是待在原地更安全 除了以上一些较大的地下空间以外 住宅楼地下室也是常见的地下空间 但浅层地下室除了躲光辐射和冲击波以外 依然无法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不过你家要住在地下二层的话 可以在核爆发生时 把门用铁柜子给堵上 这么做即便无法保证放射性空气不进来 多少也能给你换个避难所 或者写遗书留下足够的时间 总而言之 核弹要落地了 你也不要再多想了 即便是有个井 你也要跳下去头呢 至少躲在地下 比直接让火球起脸要安全的多 不过此时躲地道 也要尽量避免躲到污水井里 因为污水井里早期不仅有毒 遇到热空气 也很可能给你来个奥利益大爆炸 我相信大部分人宁愿被核弹蒸发 也不愿意被炸死 此时 核弹距离爆炸还有五分钟左右 各位都藏好了吗 肯定有人没处躲 不出意外的话 地铁之类的入口会爆满 平时我从家里跑到地铁 只需要两分五十五秒 在人流之下 人们躲入地铁或其他地下空间 可能需要五分钟甚至以上 而且就算你挤到地铁门口 就真的安全了吗 在空袭发生前两分钟左右 地铁会提前关门 为三房大门的拉闸争取时间 此时 还在地铁门口的你 很可能就会暴露在 核打击范围内 没处躲没处藏 此时 你该怎么做呢 我们假设 轰炸东京的是较常见的W88 当量为47.5万吨TNT的核弹头 爆心位于天皇皇居 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将东京 分为三个区域 核爆一公里内是火球层 此处的第二段太阳 比真实的太阳本身还热一千倍 当亮光闪起的一瞬间 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人都会被炸成烟 如果现在你处在这个区域 没有进入地下掩体 或建筑避难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对着核爆竖起终止 当核爆过去后 你将在水泥上 留下一个全人类都能看懂的影子 后事将会为你的乐观感到震撼 如果你附近有钢筋水泥建筑的话 赶紧跑进去 找到承重墙 附近的铁柜子躲进去 兴许还能减条命 躲在桌椅或者家居下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此时你要背向爆心 双手抱头屈膝坐起来 以减轻冲击波对于头和躯干的伤害 同时屏住呼吸 避免热空气入肺 此刻你有不到1%的求生机会 且有较大几率保留个全尸 在广岛核爆的时候 一位日本女人高脏性子 在爆心300米附近活了下来 就是因为它躲在了位于银行内的 混凝土城中墙边上 但尽管如此 核爆中心存活的概率仍然接近零 位于核爆中心的你 也只能听天由命 核爆火球外 第二个区域 位于1公里到6公里的原型范围内 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内 发现地铁已经堵车了 请立刻避开人群 找个水泥建筑躲起来 优先推荐银行 DI写字楼等较坚固的低层建筑 具体操作呢 跟在爆心建筑内差不多 只不过此时你活命的概率提高了30% 但如果建筑弹门锁着 或者说远处核弹的航迹云已经出现了 你该怎么办呢 进不了建筑 找到厚度超过66厘米的混凝土墙 1米的石头 2.6米的木头 或者21厘米的钢墙也可以防住 如果连墙都没到天就亮了 按上世纪防核弹说明书 你要背对爆心原地趴下 双手交叉撑在胸前 脑袋尽可能埋在胳膊里 双腿离开地面 嘴巴张大 屏住呼吸 有口罩戴上口罩 这样你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冲击波到来后 对于身体的损伤 当太阳亮起的一瞬间 周围的一切都会受着 此时 你身上的白色雨衣多少会有点用 它可以反射一定量核爆产生的高温光线 或早吸核辐射 并能减轻辐射尘埃 与身体的直接接触 如果没有掩体 你也只能这么做了 但本世纪的核武器 比上世纪的强了很多 没有掩体 你有极大可能挂掉 或重伤在地无人救援 所以你不怕被炸碎的话 拥抱冲击波来个痛快也可以 此时 核爆已经过了几秒 第二轮太阳也慢慢暗淡下去 蘑菇云渐渐升了起来 紧接着 卷起一切的冲击波 将会使整个城市 刮起台风般的火风暴 这个热风 足以点燃你身边的一切亿燃物 并把你吹上十几米高的空中 如果此时 处于世外的你 躲过了第一轮闪光 最好还是能找个强体 躲一下冲击波 因为趴在地上 你有极高几率 被热风挂上天后吐墙上 核武风暴下 这种伤害足够让你非死即伤 而长期暴露在热风中 你也会脱水变成肉干 此时 躲在世外的你 皮肤 毛发 都可能点燃或者灼伤 而六公里内 大部分平方 或高层建筑 都会像纸牌一样倒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能否找到坚固的避难所 就成为了你能否扛过 第一轮核打击的关键 核爆中心六公里内 军民是最容易挂的 他们将遭受轰炸火球 光线 早期核辐射 以及冲击波的直接杀伤 在六公里外 冲击波受建筑大楼的阻挡 得以减轻 但把你吹一个跟头 仍然没什么问题 从远处太阳亮起之后 位于六公里外 市区的你 还有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 可以逃命 此时 你找个路边小店躲起来 是完全来得及的 因为这个位置 W88核弹的冲击波 大概率不会把建筑吹倒 而建筑建筑的你 除了抱头坐下来以外 还有时间最好把袖口 领口都扎起来 避免与放射性沾染物的 直接接触 在热风到来的瞬间 屏住呼吸 以避免放射性尘埃入肺 如果这时 荒涨的人群里 有个可爱的小姐姐 你避难时 别忘了这像她 如果你们能大胆不死 那后半生的婚姻大事 你就有着落了 第一轮后爆炸已经过去了 此时 蘑菇云正在渐渐消散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恭喜你看到这儿 你已经有了六成活命的机会 且有较大概率 见到一个过命的妹子 请把幸运打到屏幕上 不过 核战危机到这儿 还不算结束 此时 放射性尘埃 正在缓慢降落 如果你长期在这些 污染物中停留的话 不马上挂 也会得放射性疾病 最终悲惨而亡 同时 你也不知道 城市会不会遭到 更多核打击 此时 不论你是在室外 还是在室内 都要赶紧跑到地下掩体 或者是未受损的 坚固建筑内去避纳 地铁因为刚才的核打击 是不会轻易打开门的 核晕晕正沿着顺风方向 沿整个城市蔓延 你首要的任务是躲开它 核大战后 地面上的东西 会被吹得到处都是 很难判断风向 但是 高处的旗子 会向着主要风向挂 要躲开辐射云 你就要沿着垂直风向逃跑 给你的时间 不超过20分钟 选择电动车 或者汽车逃跑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此时 由于核弹导持了电磁脉冲 大部分汽车都会被烧坏线路 而手机等通讯设备也会失灵 就远什么的 你别想了 偷车什么的 也非常不现实 况且呢 在座各位也有不少没车本 现在你要想逃过核晨癌的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 尚未炸毁的地下超市躲起来 躲起来之前 记得用杂物 把所有与地面连接的出口堵死 如果有铁门的话就更好了 室内进气排风口全部堵上 余下的空气 尽管浑浊 那比科和尘埃要好得多 超市里的食物 也足够你撑到尘埃云消散了 当然 如果你所在的位置 距离大学不远的话 可以去大学的地下室避一避 至少在咱们国家 大部分大学教学楼的下面 都有专业防空手势改造的地下室 而这些防空洞 有一些大门 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无法彻底关闭了 躲到这儿 你的求生压力 跟躲到地铁里 也没多大区别 至于跟在你身边的妹子嘛 如果他身体健全或者轻伤的话 带着他走还没问题 如果他已经重伤 或者无法行动的话 很抱歉 就算你留在这儿也救不了他 核打击刚结束 军队和救援人员 也无法在短期内救人 没办法 核战就是如此残酷 看到这儿的朋友们 恭喜你 你们已经扛过了 第一波核战危机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 脱掉最外面的衣服 对身体进行 全方面的擦拭处理 避免任何放射性的 核神癌留在身上 并服用点片 减轻核辐射对于自身的伤害 接下来就是在庇护所等一周 如果妹子跟你逃了出来 你们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增进一下感情 然后就再转移到 更专业的防核末日爆裂 不管怎么说 你已经在这场 虚拟的核危机中活了下来 此时 就算不给我点赞 你们也要给自己点个赞 而在真实的核战危机中 将会在你头顶上的核武器 可能不止一发 爆炸的核弹 不一定是普通的核弹 它有可能是杀人无形的中子弹 这种武器攻击后 40 50米地下掩体中的人 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打你的武器 也有可能是辐射弹 它可以让你的城市 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处在核污染之中 如果使用核弹的家伙 再丧心病狂一点 来个核爆海沟 富士山大轰炸什么的 那你躲在哪 可能都无法避免 领便当的悲惨命运 总而言之 本期线本科幻 咱们只是预演了一遍 现实中可能出现 且最常规的核战危机 但就跟上期 丧尸危机中我提到的一样 现实可能要比科幻来的 更加魔幻 节目结尾 我还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视频里的这些冷知识 听目前的在座各位 一辈子用不上才好 本期视频结尾 各位小伙伴 已经扛过了第一轮核打击 接下来 我们将从废墟中爬出来 转移到更专业的 防核堡垒中避难 面临第二轮 第三轮的核打击 并在尚有核辐射的城市中 继续生活 同志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硬币 下期节目 嘿嘿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